菜是一樣嗎 有 中午用餐時間前 民眾來購買台鐵便當 不少人鎖定經典口味 排骨 主菜排骨油油亮亮的搭配 鹿蛋 青菜等共有八菜 卻有民眾投訴 台鐵排骨便當走位了 尤其台中站的排骨 吃起來乾巴巴的 口感很不好 實際詢問購買的民眾 拍到怎麼樣 可以啊 有碗不算 這樣說的那麼乾嗎 沒有 還 古早味啊 還不錯 對啊 它變得很乾 很乾喔 我覺得還好 排骨有比較小快一點 因為以前吃的話 排骨感覺比較大這樣子 搜一趟台中火車站 有民眾認為排骨便當的排骨 縮小了 但懷念老味道沒有太大差異 針對民眾投訴內容 台中鐵路餐廳營養師做出解釋 有換一個機器 是連續式的那個炸肉機 然後我們還換了一個 滾筒式的那個攪拌器 我們這個部分會請我們的老師傅 帶著我們的新人 然後持續的就是改善跟學習 然後就趕快去適應這個機器 然後帶回給大家原本的味道 台中鐵路餐廳立即提出改善報告 除了即刻改變炸肉程序和方法 以及改變醬料比例 另外肉上粉前先淹五分鐘 而太白粉與水的比例也調整 建立SOP程序 要求領班和廚師多指導每日檢討 來維持財鐵便當 每年七億多營收的招牌 三星王子宇 潘龍台中報導 每年七億都問 日眷法